下面我们来学习本书的第十章,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是Oracle开发者在数据转换或查询报表时最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 它就像编程语言一样,一旦运行成功,就可以被用户随时调用 这种方式极大地节省了用户的时间,也提高了程序的执行效率 那么在本章当中,我们将学习以下几部分内容 什么是存储过程 那么主要呢,我们要讲解在SQL Plus里面,如何来创建存储过程 也就是存储过程的一些语句 然后呢,我们使用PR SQL这个工序呢,同样也可以创建存储过程 然后就是修改和删除存储过程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下什么是存储过程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首先认识存储过程 然后了解存储过程的作用 以及存储过程的语法 那么,所谓存储过程就是一段存储在数据库中 执行某种功能的程序 其中呢,包含一条或者是多条的语句 但是它的定义方式和PR SQL中的块包有所区别 存储过程呢,可以通俗的理解为 是存储在数据库服务器当中的封装了一段或多段SICLE语句的PR SQL代码块 在数据库中有一些是系统默认的存储过程 那么呢,可以直接通过存储过程的名称就可以进行调用 另外呢,我们存储过程还可以在编程里面中来使用 来调用它,比如说在加瓦或者是希萨的语言当中呢,都可以使用 那么接着呢,我们看一下存储过程的作用 存储过程的作用呢,只要有这样几点 一个是简化复杂的操作 存储过程可以把需要执行的多条色空者封装到一个独立单元当中 用户只需调用这个单元就能达到目的 这样呢,就实现了一人编写的多人调用 同时呢,也缩短了平均开发周期 为公司呢,节约了成本 第二个呢,就是增加数据独立性 它呢,与试图它的效果非常类似 利用存储过程可以把数据库、基础数据和程序隔离开来 当基础数据的结构发生变化时,我们可以去修改存储过程 这样对程序来说,基础数据的变化是不可见的 也就不需要修改程序代码了 另外,它也能够提高安全性 使用存储过程有效地降低了错误出现的几率 如果不使用存储过程,要想实现某项操作 可能需要执行多条单独的这种色空者 而过多的执行步骤就有可能造成出错的几率就变得高一些 不仅这样呢,实际工作当中,由于开发人员水平称之不齐 有比较高水平的人编写存储过程 那么水平较低的人直接调用 这样就避免了无必要的错误的发生 另外,在使用存储过程的时候 存储过程也是可以进行权限设置的 这也就是说它能够提高一定的安全性 再就是使用存储过程了 它还能够提高性能 完成一项复杂的功能可能需要多条色会语卷 同时色会语卷每次在执行的时候 那么它都需要编译 而存储过程在里面呢 已经包含了多条的色会语卷 而且创建完成之后 它只需要编译一次 那么以后呢,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 它就不用再进行编译了 从这方面来看呢 存储过程就可以提高性能 如果是程序语言 实现某项比较复杂的功能 它会多次连接这种数据库 那么在使用存储过程的时候 那么这个程序只需要连接一次 这个数据库就可以达到目的了 这也就是存储过程的一个作用 接着我们看一下存储过程的语法 那么存储过程的创建和试图呢 比较它就相对的稍微复杂了一些 但是它也有相对比较固定的一个模式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语法 这是Create 然后放进一个存储过程 后面是存储过程的名字 之后呢 它可以带一些参数 存储过程的参数 没见你先不写了 参数 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写存储过程的一个主体了 稍微内容 就是这个函数体 那么在这个里面 create的时候呢 也可以像创建试图的时候 有一个all replace all replace 这个选项呢 表示 如果指定的这个存储过程存在 那么就将覆盖同名的存储过程 那么这个里面 存储过程的名字 就任意来起就行了 最好女性的实际意义 这就是参数的名 都需要有一定的实际意义 并且呢 要给它写出来参数的数据类型 这里面的参数呢 分为这样几种 有in类型的 表示 整个这段语法表示 传入参数的数据类型 以及默认值 还有out类型的 也有out in类型的 也就是说 out类型表示输出参数 那么inout这个类型呢 就表示 既为输入参数 那么也可以是输入参数 之后呢 在这个参数下面有一个意思 或者是这个is 它是一个连接词 另外呢 下面就是body了 也就是我们存储过程的具体翘作部分 通常情况下 它都会在begin and当中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创建我们存储过程的一个基本的语法 那么接着我们往下看 在SQL Plus当中 我们如何来创建存储过程 这里面呢 我们将看到 我们创建的第一个存储过程 查看存储过程 显示存储过程的错误 无参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中使用游标 存储过程中的ddl语句 以及有参数的存储过程 那么首先呢 我们来看 看一个我们创建的第一个存储过程 那是比较简单的 只是打印出来了 我的第一个过程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用这个语句create 存储过程 然后我们创建了一个存储过程的名字 叫test 下面这个存储过程 我们没有用到参数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有一个add指句 后面呢 是存储过程的一个主体 用begin and 来表示 那么在begin当中呢 我们只是来输出了一句话 我的第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存储过程 那么如果创建成功 就会出现过程已经创建 这样的一个提示 就表示你已经创建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的第一个存储过程 那么存储过程呢 一旦被创建 就会存储到数据库的服务器上面 那么Oracle呢 允许开发人员 查看已经存在的存储过程 已经查看 已经存在的存储过程 我们可以在这个 视图user sauce这个里面来进行查看 我们可以试一下 你在这里面怎么查看呢 可以直接 在seer from user sauce 这个里面就可以直接查看了 在where后面 可以指定存储过程的名字 那里面我们现在创建的test 那么大家在sircle class里面 喜欢这样一句话 那么就可以查看到 我们创建的第一个存储过程了 这里面呢 需要注意的是 当从我们视图当中 查询过程 或者是函数的时候 需要把名称大写 小写 小写 会得不到想要的记录 那么至于usersauce 它是当前用户的视图 如果想查看oracle 所有的存储过程 那么则需要到 allsauce这个视图里面来查询 这个视图里面来查询 这个视图里面来查询内容 也就是如何来查看存储过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显示存储过程的错误 那么在编写存储过程的时候呢 由于各种原因 都有可能出现错误 而导致过程编译的失败 那么在我们sircle class当中呢 可以利用错误显示语卷 就可以查看具体的错误提示 这样呢就可以缩小 错误的排查的范围 从而提高开发的效率 存储过程中的使用语法 是这样的 可以用show error 存储过程 然后是存储过程的名称 就可以看到存储过程出现的错误 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 无参的存储过程 就像我们创建的第一个存储过程一样 是不带参数的 也就是说 无参存储过程 就是创建的存储过程里面 不带参数 就是create 存储过程之后呢 直接用is去来表示就可以了 那通常呢这种存储过程 用作数据转换的几率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可以创建一个 没有参数的存储过程 比如说 把我们商品信息表中 价格最低的三件商品 它的描述 设置成热销商品 你看看这样 里面应该怎么写 那么首先的步骤呢 就是说 先把我们产品 价格最低的那三样产品 先查运出来 然后呢 在它的描述字段上 给它加上一个热销商品的质量 就可以了 我们创建一下 这是create 然后存储过程的名字 update 然后付出mfp 之后 is 首先呢 我们要修改 把这一层 修改我们这个表 比如这个表 就要不要再来 再一层 这个描述 把它修改成 促销商品 然后我们用这个 就查询一下 修改的商品是什么呢 我们是要在这个里面 把它变成热销的商品 那么就把它 把修改商品 改成热销的就行了 这个产品在什么范围之内呢 印表示一个范围 印 Jerome 这个角度 ik 团 unsuccessful 师 ou 新 从 没有 这个产品 又 있잖아요 他 啊 its 盯 他 然后在这个括号后面我们需要加一个分号 之后我们执行 这样就完成了这个简单的一个群组过程的创建 这个里面就是没有参数的群组过程 接着我们先下来看 群组过程当中来使用游标 在群组过程当中使用游标 可以灵活地处理各种情况下的数据 它不仅可以用普通的方式来处理数据 也可以使用游标来辅助处理更复杂的业务逻辑 比如说呢 我们可以用游标来处理数据 要求我们可以把产品信息表中的数据 根据不同的产品类型分类 并把这个数据输出到屏幕上 这个时候呢 我们怎么来创建 我们创建一个游标 让这个游标呢 等于我们从产品信息表当中 查阅出来的这个类型 与简单的类型 并且进行了一个分局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分组的来进行 也就是说 按类型分组之后 你就可以把数据呢 把印出来了 这里面我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呢 就可以参考我们书上的这个 示例5 我们接着呢 还有存储过程当中 如何使用DDR语句 DDR语句呢 就是我们创建表的时候 用的那些语句 创建表 删除表 缩改表的时候用的 开发过程当中呢 为了让数据操作起来更方便 我们经常会用到临时表 那为了让存储过程呢 更具有通用性 可以选择把创建临时表的步骤 一定放在这个过程里面 这样的敲作呢 会和我们前面介绍的 理智利系还有所不同 它会用到Executor 以及Midia 这样的语句 就是说存储过程当中 会使用它来制限DDR语句 以及动态的Secure语句 具体使用方法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示例 在存储过程当中 使用临时表 看一下这个示例 那么首先呢 我们创建了一个存储过程 存储过程的名字 I字 下面的分别是 第一个是用来删除临时表 记录的语句 我们定义了一个变量 下面呢 下面呢 是创建 临时表 在下面一个呢 这条语句呢 我们是向临时表中 插入数据来使用的 下面这个Tab DST呢 我们用的是用于判断临时表中 是否存在中间的变量 接着呢 我们在这里面定义了一个游标 产品中的产品类型游标 它等于什么呢 我们说产品表当中查出出来的这个产品类型 并且它是按这个产品类型进行分组的 用几个类型查出来了 另外呢 在下面又定义了一个游标 Cursor 那么这个游标呢 是获取已有的产品类型中 价格最低的数据 有哪些 然后开始了这个柴 然后开始了油标的一个主体 查评出来了 有哪些 然后begin 开始我们存储过程的内容 那么在这个里面呢 在这个存储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来判断了 slap count1 into我们这个临时的表里面 从我们这个表里面查评出来 这个数据 下面是删除这个表 这里面呢 就是创建了一个临时表 那么如果不存在临时表 你就创建一个 否则的话呢 你就把它删除掉 之后呢 我们打开这个游标进行便利 然后把结果 存储进去 关闭游标 然后执行 下面这个语句修改 这里面的记录 那么这个存储过程呢 我们就看了 就写完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这个存储过程 然后如何使用BDR 这个语句来完成 那么前面讲的呢 都是没有参数的停止过程 那有参数的存储过程是什么样的 那么存储过程呢 也允许带有参数 参数的使用呢 将增加存储过程的灵活性 给我们的数据编程带来极大的方便 那么存储过程当中 如果使用了参数 在执行存储过程的时候 必须为它指定参数 总的来说 参数可以是常量 变量 表达式 而参数的复制方式呢 也是比较灵活的 就参数的类型呢 有三种 有输入 输出 还有输入输出的类型 其中输入参数 也是默认的参数 也叫印类型的参数 下面我们看一下 如何使用输入参数 来创建一个存储过程 比如说 我们根据输入的产品类型 从我们产品信息表中搜索符合条件的这个数据 并将它打印到我们这个屏幕上 这回我们看一下 它的参数应该如何创建 然后呢 为它创建参数 我们的小括号 我们随便创建一个 它是输入类型的参数 然后呢 订定了一个数据类型的参数就行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创建一个带参数的存储过程 后面派 后面的语句呢 就跟我们正常的是一样的 那么你在执行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就要为这个存储过程来传递一个参数 我们执行存储过程 然后加上存储过程的名字 反有参数的呢 我们就需要给它传递一个相应的参数 比如说这些字符串类型的 你传递一个字符串类型的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呢 就在参数的存储过程的使用 那么这里面需要注意的是 如果存储过程有使用的参数 那么在第二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你一定要为它指定参数 否则就会有错误的提示 不过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 避免这样的错误的发生 比如说使用默认值就行了 如果设置参数的默认值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在这里面 这样来写 我随便给它写一个名字吧 随便给它写一个名字吧 然后执行某些操作 然后在最后呢 我们可以返回一个值 按照结束 就可以了 使用这种方法呢 就是根据我们输入的产品类型 查询对用的产品类型编码这个功能 在这里面我们使用输入参数呢 使用了默认值这个功能 也就是说函数名为DEFT的 返回的是一个VR 就VX2类型的数据 然后我们后面简单的输出一些内容 然后在这个return里面 有一个返回值 返回值 也就是说该函数 它是有一个返回值的 也就是说从这里可以看出 这个函数已经创建完成 并且成功的 你就可以返回一个设定的这个值 你创建一个函数之后呢 你就可以创建一个存储过程了 那么当我们在调用这个存储过程的时候 就可以不为它输入参数 那么它的呢 就可以自动的来调用这个存储过程 也就是说执行我们之前的这个存储过程的名字 这默认值呢 可以是我们之前创建的DEFT这函数就行了 这就是在签数的一个存储过程 那么存储过程当中呢 out类型的签数也被称为输出类型的签数 这样的存储过程会有相关返回值 给调用它的程序 我们在程序当中几乎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变量来使用 利用它呢 在调用者当中的变量初始化 我们输出类型的呢 是我们在变成当中用的比较多的 我们看一下输出类型的参数如何来定义 比如说上面的这些参数呢 是输入类型的 输出类型的呢 我们只需要把它改成out就可以了 那么在程序里面你就可以使用它 这里面我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书上的这个实力9 那么使用out类型参数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这样几点 一个是out类型的参数需要用变量来填充 而不能用长量或表达式来填充 第二就是如果存储过程当中 有被调用的过程 如果因发生未处理的异常而退出 那么调用者通常是得不到任何的out这个参数的值的 而在发生的异常被处理的情况下退出 那么之前得到的out的参数值就将会被调用者获得 那么还有一种参数类型是输入输出型 我们也管它叫做inout类型 那么再怎么定义呢 在out前面我们加个in关键词就可以了 这类型的参数呢 同我们out类型的性质一样 不过它既支持输入也支持输出 那么这部分内容呢 大家可以参考书上的示例时 它是使用输入输出类型的参数来编写一个停止过程 那这应该跟我们前面的差太多 我们接着呢我们往下看 使用pr-circle这个工具来创建存储过程 那么使用pr-circle这个工具创建存储过程呢 实际上是因为pr-circle里面呢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创建存储过程的模板 这个模板呢 允许我们输入存储过程名和参数 然后自动来创建一个脚本 当然这个脚本呢 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 细节呢还需要我们自己来完成 那么我们在pr-circle里面 放下存储过程 我们在这个工具里面 我们选择文件下面的new 这个菜单选项 然后呢我们选择pogram window 下面有一个过程 我们选中它 然后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创建我们的存储过程了 首先呢把存储过程起一个名字 然后为它定义参数 就可以详细的创建了 在这里呢也不多说了 这个要比我们直接 直接在circleplus里面 充电存储过程要容易的多 另外呢在使用pr-circle 创建存储过程当中呢 我们在执行存储过程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进行存储过程的一个调试 那么调试存储过程呢 是我们开发者必备的一个技能 它和我们语言编程的调试功能非常类似 可以设置一个断点 然后可以分布的进行之星 那么我们看一下 调试存储过程究竟有哪几个步骤 首先呢要设置一个断点 那么在pr-circle dividable当中呢 我们可以找到调试的对象 然后在我们object下面 找到我们存储过程文件夹程里面 找到我们要调试的存储过程 然后单击右键在弹出的列表当中 我们选择view这个选项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光标 设置到这个断点航上 然后使用control加B这个快捷键 来设置一个断点就可以了 设置好断点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调试页面 选中我们要调试的存储过程 然后单击右键 选择test这个选项 进入调试页面 那么如果在调试的过程当中 指定了参数 那么首先需要输入参数的值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调试了 按F9键就可以开始调试 利用control加R就可以运行脚本 这个时候呢程序会在 第一个经过的断点处停止 等待调试者的下一步操作 那么在调试过程当中呢 可以利用以下几个方式 帮助我们调试 一个是step into是单步调试 每次执行一条语卷 还有叫step over是不进入函数里面 直接跳过并输出结果 还有step out是跳出这个过程 这就是run to next exception 运行到下一个断点处 那么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进行调试 我们在这里面呢就不一一演示了 请读者呢按照我们数量的步骤呢 来演示一下 来练习一下如何来调试一个存储过程 那么调试程序不仅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变量动态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可以了解我们这个存储过程 是否写的正确了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调试存储过程的几个步骤 接着呢我们看如何修改和删除存储过程 那么存储过程的删除和修改的操作是非常简单的 首先呢我们先说一下修改存储过程 那就是说如果你在创建的存储过程里面 你有这个replace这个关键字 就是create or replace这个关键字呢 那么就可以完成存储过程的一个修改 也就是把原来的存储过程给它覆盖掉了 那么这个里面呢我们就不多说了 那么它呢还可以在pr circle下面进行修改 这个存储过程就是选对的存储过程之后 有个edit编辑 那么就可以进行修改了 所以即将它和创建的存储过程页面是一样的 可以在这个页面里头编辑那个存储过程 之后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呢就是删除存储过程 我们删除存储过程呢 可以用字口语句来完成 那么删除一个存储过程 我们用照片 他们这是end 删除存储过程 照片 然后是存储过程的名 然后存储过程的名字就可以了 或者是前提加上字单码 也就是说表示存储过程的搜索机构 我们再把它删除掉 就行了存储过程的名字 另外呢就是可以利用工具来删除存储过程 所以里面呢也比较简单 在我们prsicle这个工具当中呢 我们选择要删除的存储过程 然后单击右键 在它的右键菜单下面 我照合这一项 把它删除就可以了 那么这就是呢 删除存储过程 那么存储过程的使用呢 是非常普遍的 它用作批量处理任务 和内部数据转换时效率是很高的 也是我们Oracle的重点之一 那么所以呢 希望大家呢 把本账的实力呢 都按步骤来执行一点 那这样对这个基础比较低的读者呢 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以上呢 就是本账的全部内容 这bre总部继继续 我们下激了 结果肉